中国半导体领域又已重大突破,远超美国创下世界纪录,这对中国量子计算领域有何影响?中国量子技术为何能领先全球? 近日,根据中国科技大学消息,该校郭光燦院士团队在规机半导体自选量子比特操控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进展,实现了规机自选量子比特的超快操控,自选翻转速率超过540兆赫,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已知的最高值,一举打破了世界纪录,连美国都只能自探不如。 但,这一成果听起来很厉害,但一般人也不会了解,这项成果是否具有权威性呢? 只了解,该项研究成果于1月11号在线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自然通讯》上,《自然》杂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有名望的科学杂志之一,第一版发行于1869年11月4号,与当今大多数科学论文杂志专一于一个特殊的领域不同, 其实少数依然发表来自很多科学领域的一手研究论文的杂志,其中就有非常多的专栏,通讯就是其中重要专栏之一,世界上最重要最前沿的研究结果都会以短讯的形式发表在《自然》的专栏上,所以可以见得,中国此项成果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并且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中国科技大学在《自然通讯》上发文内容,规机半导体自旋量子比特,以长量子退相干时间和高操控保证度,与现代半导体工艺技术兼容的高可扩展性,成为量子计算研究的核心方向之一。 研究人员发现,利用电偶及自旋共振,可以实现更快速率的自旋比特操控,并且可以仅通过单个胶变电厂,即可实现对空穴自旋量子比特的全电穴控制,大大简化了量子比特的制备工艺,有利于实现危机自旋量子比特单元的二维扩展。 说了这么多,这项成果能够为中国在哪方面领域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呢?答案就是量子计算。 近年来,世界对于量子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深入,大众从各种途径听到量子这两个字也越来越频繁,但对于量子计算大多是一头雾水。 量子计算到底有什么作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何意义呢?世界量子技术领域已经发展到怎样的阶段,中国在此领域有没有进入到世界前列水平呢? 可能大家在听到前面提到的半导体就开始皱眉头。 确实,中国在半导体芯片领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但量子只是涉及到半导体领域,而中国这次的成果主要还是用于量子计算上。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这可不是开玩笑。 量子计算就是一种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调控量子信息单元进行计算的星形计算模式。 它与普通计算机的计算模式有本质上的不同,普通计算机使用的是数字电子技术,根据一系列指令指示,并且自动执行任意算术或逻辑操作的设备。 而量子计算机是在量子力学计算的基础上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储存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 当某个装置处理和计算的是量子信息,运行的是量子算法时,它就是量子计算机。 计算工具的演化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同阶段,从古代的算盘到近代的机械计算机。 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各自的历史作用,当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满足于现有的计算方式时,人类就会对此做出改变。 著名的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物理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在20世纪创造出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明之一——电子计算机。 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 电子计算机的应用领域从最初的军事科研、应用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它改变了世界的运行。 到了21世纪时代的进步,导致电子计算机无法满足科研的需求,在20世纪看作奇迹的计算速度在如今也已显得力不从心。 人类需要更快的计算速度,更准确的计算结构,更有效的计算方式。 至此,量子计算机领域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并已经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量子计算机理论上具有模拟任何自然系统的能力,同时也是发展人工智能的关键。 由于量子计算机在运算本质上存在与普通计算机完全不同的原理,其运算速度快,处理信息能力非常强。 这种优势在加密和破译等领域有着巨大的作用,同时在半导体的量子计算领域带来了巨大突破。 2019年,国际电子期间大会就新增了量子计算的议程。 这也是2018年,国际半导体展有单独的量子计算独立议程之后的产业界动量升级。 量子计算议程出现在产业界年度盛会,标志着半导体量子计算领域,已逐渐从基础科学研究慢慢走向工程发展。 而且,产业化的考虑已进入视野。 量子计算机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模块,量子位元板、控制板和低温系统。 在介绍这三大模块之前,我们先要清楚量子计算领域运用的并不是华氏温标和摄氏温标,而是凯氏温标。 这是一种热力学温标,也被称之为绝对温标。 水的冰点摄氏度为0度,而凯氏温标温度为273.15度。 在量子计算机中,并不是每一种量子位元技术都需要在20凯氏度这样的极低温下操作, 但在量子计算领域的发展初期,在4凯氏度下读取输出信息,仍然有助于大幅度降低信息的杂志。 半导体行业和计算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厂商英特尔就发表过相关的论文, 讲的是在极低温环境下晶片检测器研究。 这篇论文充分展现了在半导体领域专长的英特尔在半导体量子计算领域的发展。 事实上,从2016年开始,世界各国就进入了这一新型技术领域的竞争。 欧盟宣布要对量子计算领域投入11亿美元来进行研究和发展, 并命名此项目为量子旗舰项目。 德国也随后宣布启动量子技术,在量子计算领域投入7.4亿美元的研究经费。 中国与美国也纷纷开始发展量子计算,在其中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对此,俄罗斯自然是不可能落后的。 在中美两国开始行动后, 时任的俄罗斯副总统宣布,俄罗斯正式进入量子计算领域的研究, 并计划投入7.9亿美元的研究经费, 终于赶上中美缩小差距。 而2022年的1月初,中国上海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 也将第三代半导体量子计算、6G通信和元宇宙加入到发展行列, 要在半导体量子计算领域开展关键材料与制备工艺攻关, 加强量子算法、软件、材料、器件、测控等核心技术攻关, 布局自旋电子、量子芯片等基础研究。 2019年,中国科学家就在量子计算领域, 实现了高性能单光子源。 2021年,中国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 在超导量子和光量子两种系统的量子计算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在两种物理体系达到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的国家。 而今年年初的研究成果也代表了中国在这一领域再次持的进步。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世界各国都会更加重视半导体领域和量子计算领域的研究与发展, 对于这祸将改变科学发展进程的技术不敢一丝地懈怠。